从那边 有猜仔一直细的整理 薪件准备出发送信 这里是金融邮局 每日递送邮件包裹相当繁忙 不过却传出有油址式染疫 金融邮局局长周哲范证实 到4月27号为止 金融邮局已经有15位油址式确诊 因此这周期邮局方面也提供快筛 试剂给外勤人员 要求每日进行快筛 我们的这个确诊的人数 大概是15位 昨天截止 我們比較擔心的是民眾收信的時候 是不是會有不確定的感染風險 所以我們從這個禮拜開始 我們確實執行所有的外勤人員 所有外勤人員是每日執行快篩 每日執行快篩 陰性的才准出班投地 為了確保大家的安全 所以最近的確診數字確實有比較多一點 因為我們是為了要讓大家的安全 因為我們的外勤同仁 他們身處在這個不特定的地方 他們有的時候會到外面去用餐 那可能都有一些跟確診者足跡重疊的 那他們就自己就是很擔心去快篩 暫居快篩 結果就發現說有一些 在週六日的時候發現有一些 那為了確保安全 我們從禮拜一開始就是執行前快篩這個動作 讓這個疫情不至於再擴散 對於有同仁確診 其他油務室也覺得很無奈 這波感染者以投地鼓的油務室為主 由於投地鼓約一百名油務室 每日投地一萬件掛號及兩千公斤的平信 為了不影響收見民眾權益 郵局方面也決定這個週六停止休假 加班遞送 那這個郵件的投地的部分 我們對於時效性的郵件一定是有限掌握要去做處理 那至於有一些比較沒有時效性的 我們視情況可能會在週六的時候 加派人力來投地 以確保民眾收信的權利 現在目前為止是還可以 因為有一些已經隔離的一段時間 下個禮拜預計就會出來了 就會陸續解隔離 金融郵局方面表示 外勤油務室出勤前做快篩的防疫措施 將持續到5月3號 希望早日將疫情控制 也讓民眾安心 記者張祁騰金融報導